來 這邊問陳醫師 很多人都有胃不舒服的毛病 那什麼情況下 真的要趕快看醫師 然後醫師你又建議 多久照一次腸胃鏡 提醒各位 如果你的這個反腹 胃部不舒服 上腹痛的感覺持續 就算好了一兩天症狀又來 這個就是一個要警覺的地方 我之前曾經有遇過 媳婦帶著婆婆來看病 那婆婆坐下來就說 陳醫師 我這個胃老毛病了 老毛病了 就只有吃你這裡的藥 才會改善個幾天 其實我翻一下他的病例 我大概也覺得說 他還真的兩三個禮拜就來 然後就說吃了藥好一點點 剩下的藥留著備用 下一次再吃一點 沒有藥了就來找我 這樣子也超過一兩個月 看起來就不大放心了 那我就跟他說 他說 阿嬤你這個去做一個檢查 去做個檢查 有可能要做一個胃鏡 我們剛剛曾經有講到說 去檢查出來也壞咪 這就糟糕了對不對 就是他可能知道是壞東西 他駝鳥心態 可是我發現他的想法更勝一層 他說我本來沒事 我去檢查出來就會有事 他就覺得是因為去做檢查的這件事情 讓他的腫瘤冒出來 所以他就一直說 我不要去檢查 這顆腫瘤就不會長出來 結果在隔了大概一兩個月 他又來的時候 拿了一張衛生紙說 昨天半夜起床 就這個血有沒有關係 那我就告訴他說 我已經告訴你那麼多次了 你要去檢查了 兩個月前我還寫了轉診單 叫你去做個胃鏡 你現在這個不管怎麼樣 你都應該要去做 真的是胃癌 而且真的有拖到延誤到時機 所以我剛剛講說 剛剛主持人問我說 這個請問什麼情況下 你要擔心可能是腸胃道的問題 其實上腹疼痛就要注意 然後吐血 拉血要注意 那有一些情況 這個其實我們說拉血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接近 最後端的腸胃道 血才會是鮮紅色的 那如果是前端的 例如說胃部出血 它經過小腸 再到大腸已經吸收消化 其實它出來的顏色 就有點像我們黑色衣服 瀝青樣的血 黑色大便 瀝青樣的大便 也是腸胃道出血 這些都要小心 早期發現真的治好就 還可以多活2、30年 是 對不對 真的差很多 二、三十年跟兩年 差這麼多 那要聽醫生這樣說 我會快去 不要太完膩 我們請教一下玉佩老師 什麼姓名用字的人 今年下半年是健康寶寶 好的 我們這一題只對用字 我們就不看筆劃了 所以大家對到字就對好入座 我們來看第一個組合叫做 身體恢復元氣 男女的用字不一樣 男生的用字如果是天、輔、光、康、哲 女生是取恩、勤、彩、貧 我們在座的男生女生都沒有對到 這是好事情 這個組合得分兩方面來解釋 首先對到的朋友 有的人真的是在上半年的時候身體有樣 這個不管是救急復發 還是真的是身體違和 總之在上半年的時候 就是大病沒有 小病不斷 那個健保卡用得好兇 健康食品吃得比吃飯還要多 總之在體力上面 就是體力不是各個毛病都有 一會兒牙痛 動不動就感冒了 還有像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 可能她會血崩 暈眩這些等等的狀況 這些狀況已經影響到了生活品質 跟她的工作效率了 弄得自己元氣不足 經常喊淚 但是別擔心 這些剛剛說的零零種種的毛病 到了下半年 她因為受到流 下半年五行的這個叫做加持 你遇對了醫生 自然而然你的狀況就會有 嚴重然後變輕 然後慢慢慢慢也就消失了 所以到了下半年就管你一個健康的身體 那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這些對到的朋友身體本來就很好 上半年沒事 那到了下半年那更好了 怎麼說呢 下半年更是頭好壯壯 因為五行來升伏你 所以讓你精神飽滿 元氣更充沛 這是第一個組合 那麼第二個組合是 事宜 心情大好 男生的用字是軍台修農耗 在座的沒有 女生是又與唇蒙睡 就是心裡的懷疑 心裡的心病得到了解釋 打開了 這個叫做事宜 其實心裡有疑 而這個疑問沒有去把它解開來 就會生病 所以有句話叫做心裡影響生理 生理就會影響病理 心病就是這麼慢慢慢慢把它給養出來的 那我分兩方面來解釋 比如說這些人對某個人 某件事情產生了懷疑 可是這是他自以為是的懷疑 他並沒有去取證 他只是自我的一個認定 然後他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就開始自己生悶氣 他在等什麼 他在等對方來給他做解釋 可是對方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氣就擺在肚子裡面發酵 是越響越氣 越響越火大 這個慢慢慢慢發酵久了 就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 這個講話就帶火藥 動不動就去跟對方在那邊 對決 對 然後總認為 對方應該知道我為什麼在生氣 可是人家真的不知道 你為什麼在生氣 就覺得你最近脾氣怪怪的 好像吃了火藥一樣 那這種情緒在肚子裡面激壓久了 首先有的人他受不了的話 可能就會憂鬱症 焦慮症 那久了久了久了 不僅是生活品質受到影響 而且這個工作效率也受到影響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就把你心中的疑惑講出來 去問對方不就沒事了嗎 不 他總認為就是我要等你來給我解釋 所以有話不說或是有話不直說 最大的一個傷害就是自己 那麼還好總算下半年 進入了七月之後波雲見日 原來他自己搞清楚了 前半年的那些氣是白瘦了 因為是自己疑心深暗鬼造成的 那一旦這個疑惑事宜打開了 他的精神也就好了 心病也就沒有了 自然而然他的生活就回歸到正常了 所以跟自己身分氣是最劃不來的 另外還有一種事宜 就是有的人在上半年身體一直不好 莫名其妙的不好 什麼掉頭髮 然後感到暈眩 然後容易喘 種種的身體不適 這些毛病都出來了 去做身體檢查 該照的也照了 可是打開來看健檢報告 醫生說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它是存在的 通常醫生都會說 你最近壓力太大了 多休息 多喝水 給自己放放假 但是不管休息也好 喝水也好 問題始終就是沒有解決 有的人甚至於懷疑自己 是不是得到了不治之症 好 那麼我要恭喜你們 到了下半年的時候 你終於碰對了醫生 碰到了貴人的醫生 這個醫生了解你的狀況之後 找出病因 對症下藥 其實你並不是得了什麼重大疾病 不治之症 心情得到適宜 豁然開籃心情大好 所以這兩個組合到了下半年 所有的疾病 所有身體的不快都會退散 就給大家做參考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下個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宝珊 宝珊 宝珊